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头发扎起来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那其实我想说的是每个女孩子都要知道 这个化妆妆面其实对你的皮肤影响是很大的 那只要你有这个条件 最好每天下了班之后 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洗手洗脸 然后尽快的卸妆 那么我要来给大家推荐一下 我平时都会用的一些产品 首先就是曼丹的卸妆液 我们呢是有两款 这瓶已经快要用完了 这个是针对一个油脂皮肤的蓝色款 那这一款就是针对保湿 因为现在是秋冬 所以比较干燥 那我用的就是这一款保湿的 我一般呢会使用 Celena这款牌子的卸妆棉 其实牌子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棉的质地要比较的轻柔 那这样子的话才不会对你的皮肤造成过度的一个拉扯 那么一般来说的话 我就是这样子挤挤蹦 然后保证三层的化妆棉都被浸透 那么当你觉得化妆棉已经浸透的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可以取下两张 然后敷在眼睛上面 因为我的话一般就是眼妆会画的比较深一点 然后呢还有就是眉毛 然后你可以看得到 其实这样简单的一个卸妆之后 已经有很多的粉 粉状的化妆品已经被卸掉了 那么我们翻过来 再来卸一次 卸妆的时候呢 尽量的轻柔 因为你的这个拉扯对于肌肤 都是会造成一个二次伤害 那么自量轻的去做一个卸妆的这样的一个布折 下巴下颌线 还有嘴巴 鼻翼两侧 和鼻头以及鼻影 这个深处的这个鼻影 都要尽量的卸到 很多女孩子会忽视到这个下颌角以及耳后和颈部的一个卸妆 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卸妆要卸的尽量的全面和干净 这样子的话才能保证你的皮肤有一个非常好的清洁的一个步骤 尤其是对于油皮以及平时化妆比较重的女孩子来说 卸妆这个步骤一定要耐心一点 然后呢 多卸几层 大家可以看到 我平时其实化妆不是非常深 那就是基本涂一个防晒隔离 再加上一点点的粉铺 然后还有一点点眼影以及眉毛 那即便是这样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化妆棉上也都是已经有非常多的化妆品 所以可想而知 如果说你平时这个清洁脸部不到位 那会造成一个多么大的损伤 那卸妆之后呢 我一般每周会用一次这个深层截面 我用的产品是Lamere的深层磨砂截面膏 以及Lamere的洗面奶 那其实什么牌子的来说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只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 并且在自己所能承受的价格负担之内的产品 都是可以的 不一定非要用这个牌子 但是呢 我的建议是你的脸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一次性的 那在你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尽量的去买最好的 这样的话 就能尽可能的去保证 相对来说 你用的产品是比较天然 比较不伤皮肤的一个产品 那么在使用深层磨砂和洗面奶之前呢 我会建议大家把你的双手一定要先洗干净 然后将面部打湿 只要做到一个这样子面部基本上被浸湿的一个状态就很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来使用LAMIR的这一款深层级面膏 那么我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呢 可以看得到吗 是一种这种有点淡黄色黄黄的这种质地 那具体的它的品牌的介绍以及产品链接我会放在下面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 那其实至于具体是什么牌子 我并不是非常的在乎这个 我只是觉得说既然我能够承受这个价位 那么我就尽量去给自己买一些比较好质量的高价位一点的产品 那么可能相对来说会对肌肤负担更小一点 因为你能感觉得到LAMIR的这个卸妆膏 磨砂卸妆膏它里面做的那些颗粒就不是化学就是合成出来的颗粒 它可能是那种比较偏就是生物类的 可能是一些植物里面萃取出来的一些颗粒 就是觉得会细腻一些 然后不会非常的伤害皮肤 因为有一些比较廉价的磨砂截面膏 你就会感觉到它非常的拉你的脸 就是在你脸上摩擦的时候 你感觉到就是很痛痛痛的刺刺的 但是这款截面膏就不会磨砂截面就不会 它就是那种你用着用着就能感觉得到 它会慢慢的将你皮肤上面的死皮带下来 但是又不会很痛 那鼻头也是要注意到重点的清洁部位 以及额头 尤其是有刘海的女孩子 一定要把额头给经常做一做清洁护理 因为刘海挡在那里就是很多油脂啊 还有代谢物它可能就是会和头发混在一起 脏脏的 那大家一定要清洗干净 那适当的这样子去搅置了之后呢 就可以将它洗掉 然后下一步就是用截面产品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皮肤 经过磨砂截灭了之后 很多死皮就被磨下去了 然后现在的皮肤就是那种亮亮的 是有水光感 并且摸起来的话 就非常的嫩 因为它将死皮带走了之后 尤其是像我们油性皮肤 你其实每天的化妆 包括皮肤自己的一个代谢过程 都会堆积一些死皮在你的脸上 从而呢不可抑制的就是会堆积在你皮肤上 有一些死皮啊角质 那么每当你一周做完一次 角质清除之后 你去摸你的皮肤 就是会感觉到一种非常清透干净清爽的感觉 然后之前皮肤上可能会有一些小瑕疵啊 小闭口的那种死皮啊 就是都已经被清洁干净 就非常的舒服 真的 就是女孩子的话尽量还是 看根据你皮肤肤质的不一样 像油皮的话 我觉得一周做一次深层的磨砂截面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每次截面不要太过用力 就是只要是适当感觉清洁到位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 然后下一步呢 因为我已经做完一个深层清洁了 然后我今天的话 就是再来用这个洗面奶做一个截面的收尾 因为我是油皮 然后呢虽然今天的这个深层截面 我觉得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因为我今天白天有带一些粉状的彩妆 以及防晒乳在脸部 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再清洗的深层一点 那如果是干性皮肤的朋友 那我的建议就是不要清洗的太频繁 因为干性皮肤它更多的是需要皮肤的一个油脂去保护自己 那像我油皮的话 早上晚上一定是要洗两次脸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早上就是洗澡 带在一起这样洗脸 但是我的建议是对于干性皮肤的女生呢 就是尽量减少你们洗脸的次数 要相信你自己的脸部 它所分泌的带来的油脂是最好的一个保养品 那我们现在来洗一下脸 首先将面部打湿之后呢 挤出这么多的洗面奶 稍微加一点点水 然后打出泡沫 打出泡沫 丰富的泡沫 然后轻柔的在脸上 这样子将泡沫均匀的涂在脸上 手法一定要轻柔 你可以感觉得到泡沫在脸和手部的肌肤之间 轻柔的那种丝滑触感 一定不要用手大力的去揉搓 一定要让它的这个泡沫代替你的手 去和皮肤的毛孔进行一个深层次的交流 鼻翼也是要一定要注意到 因为鼻翼是一般来说比较藏污纳垢的地方 油脂以及粉状的化妆品彩妆都会堆积在这里 然后轻轻的清洁眼部的肌肤 把眼睛上的彩妆以及眉粉都彻底的清理掉 下颗角以及脖颈也要带到 很多女生洗脸的时候呢 就是觉得只有脸需要洗 脖子呢是不重要的 这是错误的认识 因为你的脖子其实每天也是接触到你的衣服啊 白天的时候你肯定也是会把防晒和粉都涂在这个脖子和脸交接的位置 以及脖子上面 那这个位置你一定要好好地做一个清洁 那不需要非常地重 只要手法轻柔这样子打圈 让洁面高它自然而然的把脸上的污垢带走 发迹线也要注意 要这样子清洗干净 像毛发比较重的女生呢 就是一定要注意耳朵这个边上这个并角的一些清洁 一定要清洁到尾 那么当你觉得泡沫已经差不多都消下去了之后呢 就可以用清水将面部的泡沫都洗掉 那这时候也是一样的 一定要用清水轻柔并多次的去清洗 然后将泡沫彻底的清洁干净 那么做完了一个这样终极清洁了之后 将用你的毛巾或者是厨房用纸 或者是轻柔的洁面筋 把脸上的水分轻轻地擦干 这一步很重要哦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把你脸上的水分全部吸干 擦脸的时候也一定要轻柔哦 就是最好呢 是将毛巾铺在脸上之后轻轻地按压 一定不可以这样大力的搓揉脸哦 一定不可以哦 一定要轻轻地这样子 用擦拭和挤压的按压 轻轻按压的一个方式 去将脸上的水分吸干 噔噔 那现在就恭喜你拥有了一个 非常干净镜头 洗干净的脸 那么下一步就是要将你这个 刚刚清洗过的脸部呢 进行一个保湿的一个过程 一般来说呢 我会选择一个这样子的喷雾瓶 它的这种瓶子呢 是非常细的雾化雾状的喷雾 它不是那种像给植物喷水的那种喷瓶 就是水柱非常的大 它的这个雾是非常信誉的这种雾 那么里面我装的是美白的一人水 它是非常热脉的一款一人水 我会将链接放在下面 这里也会出一个产品的信息 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一款呢 因为一人水它有非常好的美白的功效 并且呢有一个保湿的功效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 我选择这个牌子一人水价格非常供道 因为你要知道 其实像这种水质的产品 它其实在你脸上停留不会非常久 因为你之后可能还会抹一些面霜啊 而且包括水分也是会蒸发 并且皮肤是作为一个 一个屏障的一个器官 而并非是一个吸收器官 所以其实你的一人水 不管是任何一类型的爽肤水 它其实被皮肤吸收的这个比率 并不是非常的大 那我觉得来说的话 一人水已经完全满足我所有的需求 那一般来说的话 我就会比较奢侈一点的 因为它反正也不贵 大概这么一大桶的话 可能是十美金左右 那我一般就是会很很就是很慷慨的很 generous的 用这个喷雾瓶在脸上大概是喷五到六下 那就是会喷到我觉得已经全部覆盖到我的脸上之后呢 我就会这样子轻柔的去做一个按压 让它的这个水分呢 能够吸收到我的皮肤里面 那在这里的话提醒大家的就是 作为一个女孩子呢 你当你进行一个皮肤护理 皮肤保养的过程的时候 一定要轻柔轻柔再轻柔 千万不要很粗暴的对待你的皮肤 因为它们是非常细腻 非常柔嫩焦嫩的 你一定要像对待一个玫瑰花羊 这样子轻柔的感觉去对待你的皮肤 那么现在的话 我就是已经喷好了这个保湿水的一个状态的皮肤 那么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一款 也是兰米尔他们家的一款 The Moisturizing Soft Cream 它的这一款面霜呢 不就是不限于说晚上还是白天去涂抹 我觉得都非常的适合油皮 因为我选了这款是Soft Cream 和他家经典款那个Moisturizing Cream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 它的质地呢就是比那一款更要吸 就是水润一些 然后我的建议是 大家如果想尝试一些大牌的美妆产品 或者是护肤品 可以从最小号去买起 那一个是 其实你的保养品 越新鲜 对皮肤的一个保养是最好的 那小织妆小分量的保养品 可以保证你的这个用的速度非常快 而且尽量保持新鲜 那么使用的手法就是用你的掌心 将它化开 用你手掌的温度去把它这样子放在脸上 特别好闻 这个味道我超喜欢 很香 然后它又不是那种化学合成品的那种香味 它是有一种淡淡的清香 有点像那种以前 妈妈用的那种洁面乳的那种味道 我特别喜欢 就是很淡淡的 它是那种保湿 然后清洁的那种面霜的感觉 就是觉得成分很放心很安心的味道 然后又有一种很疗愈的芳香 那种清淡的芳香的味道 非常喜欢 然后也是一样的这样子轻轻按压 然后促进你的皮肤去吸收它的一个这样面霜质地的保养品 脖子也不要忘记哦 也要带到 那么好 现在面霜都抹完了之后呢 下一步就是眼霜 眼霜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现在已经是25岁了 所以我觉得女生的话 25岁就是你做眼霜预防衰老的一个最好的时间开始点 那么眼霜的话我也是选择蓝美尔的产品 然后我非常喜欢蓝美尔他们家的产品 就是最开始入坑 是因为妈妈的一个朋友阿姨 她送给我妈妈一套这个蓝美尔的周年庆 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 然后本科的时候就非常用过一次就觉得 哇真的惊为天人 因为我以前的皮肤状态就不是非常的好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款眼霜就是那种淡淡的黄绿色的液体 有点膏状 但是又比较质地比较稀薄一点的那种膏体 那么大概取这么多就够了 眼霜的重点呢就是一定要手法轻 并且不要用太多的保养品少量 然后用这个无名指的指尖把它画开 有它一个皮肤的温度 然后呢轻柔地点在眼部的下方 以及眼皮的上方 那么做一个轻柔的按摩 要小心哦 因为我之前有几次用眼霜就涂到眼睛里去了 虽然它这款眼霜比较天然的成分 不会觉得辣眼睛啊怎么样子的 但是毕竟它是异物 所以如果放到就是弄不小心弄到眼睛里 也是非常不舒服 大家一定要小心 眼部的肌肤就是非常的娇贵 所以也是一样的要轻柔地对待 那我的话肯定不是每天都会用这个眼霜 因为我觉得一个是很浪费 第二个是也没有必要 因为它再怎么说 它也是多的一层对皮肤的一个负担 那我可能来说的话 一周会用个两三次这样的眼霜 也不会说天天用 我觉得对于眼部保养最好的两种办法 一个就是多睡觉 早睡早起 然后吃的健康健康的生活方式 另外一种呢 就是你要卸好妆 然后尽量的去保护你的皮肤 比如说你要涂防晒啊 然后如果出门的话 太阳特别大的天 你最好去带一些墨镜啊帽子啊 去进行一些物理防晒 然后尽量的这个控制你自己用眼的这个频率 并且如果你是经常做办公室像我一样的话 建议是最好每隔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就站起来休息一下 活动一下你的身体 也放松一下你的眼周 然后可以做一个小小的拉伸 并且呢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 你也可以下楼走一走啊 然后远眺一下啊 或者是看看绿色的植物啊 或者是花草树木 都会对你眼睛起到一个放松的一个作用 那么就是这样子 让你这个用你无名指的这种轻柔加上指尖的热度 去把这个眼霜促进它的眼部周围肌肤的一个对眼霜的一个吸收和一个融合 你会觉得非常的舒服 就是它温温热热的手指尖的温度 感觉好舒服 我都要快把自己给按摩到睡着了 就是会很舒服 你就会觉得在家做SPA的一个感觉 其实我觉得女孩子的话 你想变美 想变得越来越好看 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不要偷懒 不要偷懒 不要偷懒 美人是永远不会说偷懒 偷懒懒出成一个美人的 他一定是会很勤于折腾自己 经常会定期的给自己的皮肤做护理啊 然后不断的坚持健身 坚持一个健康的做吸饮食方式 保持愉快的心情 然后去做多做自己喜欢的事 让自己开心的事 好了 那么这样的话 我的皮肤的一个保湿面霜 加上眼霜的一个清晚间的一个护肤的过程 就完成了 那么在这里给大家再来一次回顾 那么就是洗面的时候 首先要将手部清洁干净 然后呢脖子耳后下颌线都要清洁到 并且呢在你清洁了之后 一定要做一个保湿 一个面霜的防护的一个步骤 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刚刚被清洁好的肌肤 它有一个已经保养过的一个步骤 那么再来就是眼霜的话25岁左右女生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手法一定是无名指 然后轻柔的用指尖的温度 将眼霜慢慢的这样子的 轻柔的去按在你的眼部周围的肌肤上 然后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 请欢迎多多的订阅点赞支持分享哦 那么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